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当时门徒进前来,问耶稣说,天国里谁是最大的?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,使他站在他们当中,说,我实在告诉你们,你们若不回转,变成小孩子的样式,断不得进天国。 所以,凡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的,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 凡为我的名,接待一个向这小孩子的,就是接待我。 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,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,沉在深海里。 这世界有祸了,因为将人绊倒,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,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 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,就砍下来丢掉。 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,进入永生,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,就把它弯出来丢掉。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,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 你们要小心,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,我告诉你们,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赋的面。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,一只走迷了路,你们的意思如何?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? 若是找着了,我实在告诉你们,他为这一只羊欢喜,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。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,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你就去,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,指出他的错来。 他若听你,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 他若不听,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。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。 若是不听他们,就告诉教会。 若是不听教会,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,在天上也要捆绑。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,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我又告诉你们,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,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,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 因为无论在哪里,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,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,主啊,我弟兄得罪我,我当饶恕他几次呢?到七次,可以吗? 耶稣说,我对你说,不是到七次,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,才算的时候,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,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,主人吩咐,把他和他妻子儿女,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 那仆人就服服拜他,说,主啊,宽容我,将来我都要还清。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瓷心,把他释放了,并且免了他的债。 那仆人出来,遇见他的一个同伴,欠他十两银子,便揪着他,掐住他的喉咙,说,你把所欠的还我。 他的同伴就服服要求他说,宽容我吧,将来我必还清。 他不肯,进去把他下在间里,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,就甚忧愁,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,对他说,你这恶奴才,你央求我,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,向我连续你吗? 主人就大怒,把他交给掌刑的,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 你们个人,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,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看看你